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問題就是跟 MO 有關的 我理解這個問題它是有點抽象的 其實我在普化的時候 在普化的時候我們談到 MO 的問題 我們就特別強調過 MO 它的中文叫做分子詭異 分子詭異是由每一個形成間接的原子 提供它的所謂的原子詭異 做一個重新的組合 普遍的它組合的方式 會有一種所謂的 Bonding 的 Mode 以及 Anti-bonding 的 Mode 這是當它組合起來的時候不可避免的 你一定會有一個 Bonding 跟 Anti-bonding 的組合出現 當然不要忘記 這些都是背後有一個數學的根據在那個地方 實際上它們所相對應的是一個 Wave Function 這些 Wave Function 之間做一些加減的一些 所謂 Linear Combination 出來的一個結果 它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當它從原子詭異組合出來 成為一個新的所謂的分子詭異的時候 那是不可避免的 一定會有一個能量比較高的 Anti-bonding 不然的話你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有 Anti-bonding 呢 所以我用一個各位比較或許能夠接受的一種想法 就是兩個人結婚一樣 就組合出來一個新的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裡面有 Low Energy 的 Part 有 High Energy 的 Part 非常類似的 好 所以現在到了有機化學 我們要運用這些概念 也因此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體系 這個體系 那麼在這個體系裡面 我們在談 這一個 Carbon 跟 Leading Group 之間 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這個 CC Bound 那我們在談 MO 的時候 我們也談到過一種處理的方法 就是把我們有興趣的那個部分 單獨拿出來來特別的看 我不見得要去看一些 可能對我們的影響不是很大的那個部分 那理論上當然我另外也有給各位一個 一個 file 給各位看 你理論上也可以把所有的這個結構裡面 所有的原子詭異 拿出來弄出一個真正的分子詭異 但是那樣沒有必要 你把整個體系搞得太複雜 真的沒有必要 那現在針對我們現在要看的問題 我們只要去看那個 Carbon 跟 Leading Group 之間 那個 Sigma Bound 但是那個 Sigma Bound 的存在不要忘了它是一個分子的詭異 它相對應的一定會有一個 Sigma Star 而這個 Sigma 跟 Sigma Star 你追錯它的源頭 它是基本上這個 Carbon 跟這個 Leading Group 之間個別提供一個原子詭異 跟另外一個原子詭異組合起來的 而這兩個原子詭異它在組合的時候 有一種正向的結合 各位看到這個 Lobe 的部分 它的 Face 是一樣的 另外它也有一個反向的結合 我們稱它為是 Anti-Bounding 可以看到這個相位當它結合的時候 都是一個相互衝突的 我們回到這個波函序去看 想像成為一個波動的話 當兩個波動它的相位是不一樣的時候 它相加的是一種毀滅性的結合 所以它這兩個加起來的部分就消掉了 所以我說過當它在 Anti-Bounding 的這個部分 它有一個結面就在正中央 結面的意義我也考過試了 大家都 大部分同學都了解 結面的意義是說 你在那個正中央那個位置裡 你看到電子出現的機率是 Zero 那電子放在 Anti-Bounding 的詭異裡面的時候 它會集中在哪兒 它其實會集中在這一個 Bond 的外面 這當然就是很奇特的一個狀況 各位在過去的時候 你沒有學過 M1 你不會想像一個劍 一個詭譽它可以是這樣子 Carmel和 Living Loop 之間形成一個劍 結果它有一個詭譽說你把電子放進去 結果它的電子雲的密度出現在外面 好不好 但你必須要接受 我們學的這是一個新的概念 好不好 這是你學習的 要學習的東西 主要是因為它是 Sigma Star Sigma Star 是存在那個地方 不會因為你這個地方沒有填 電子就不會存在 所以今天我們談氫 氫的原子 它的電子填在 1s 的鬼域 並不代表說 它的 2s 就不存在了 它的 2b 就不在了 它的 3s 3b 3b 就沒有了 不是這樣它們在那個地方只是它是空的 一旦它用的時候 那電子還是可以放進去的 不是因為沒有電子 那個鬼域就不在了 鬼域就在那裡 所以現在有這樣的概念 你看 Sigma 跟 Sigma Star Sigma 它是填滿電子 它填滿電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在電性上面 它是 Electron Reach 它是 Electron Reach 它多電子 反過來看 Sigma Star 它是空的 所以它是喜歡電子的 它是 Electrophilic 它是 Electrophilic 相對的 你從氫電性 氫核性的角度來看 反而這個地方它是氫核性的 Sigma 是氫核性 但是 Sigma Star 它是氫電性 也因此 Nucleophile 它進來的時候 它是會比較喜歡跟這個空的 Sigma Star 去作用 那麼 鬼域跟鬼域作用的時候 要看鬼域在哪裡嗎 鬼域當然要有一個好的一個 Overlap 所以你現在來看 那鬼域既然集中在這個地方 它如果也要去跟 Carl 作用的時候 它當然要從這個方位進來 也就是這個 Backside Attack 的一個需求 這是從一個 M.O 的一個角度來 理解這一件事情 為什麼它需要是一個 Backside Attack 你不見得一定要用這個很 Fancy 的 M.O 的觀點 來解釋這樣一個現象 你也可以從上面這一個部分我們在談著 我說過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Nucleophile 要從前面進來的時候 Liedingwood 也從前面離開 兩個都帶一些副的電荷的時候 相互受的排斥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對不對 然後 Nucleophile 你要從前面進來 你如何跟這個地方有一個好的 Overlap 你一定是要從側邊來跟它 Overlap 那這樣子也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狀況 你也可以從這樣子一個 可能你覺得比較容易接受的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在解釋同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來看 M.O 只是一個比較 Fancy 一點的東西 只不過它可能是比較準確的 好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Backside Attack 它會導致一個 在立體化學上的一個 Inversion 的現象 這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有這樣的了解 我們現在要來看另外一種型態的 Process 你不要忘了我們在談 SN1 的 SN2 的時候 我們討論了幾件事情 一個是 Nucleophile 的好換 它會影響到我們反應的容易與否 我們談到了 Substrate 的好換 Substrate 的結構 一級或是甲基 一級 二級 三級 如何影響到這個 Nucleophile 攻進和海的容易與否 我們也稍微討論了一下離去機的好換 我們概率在這個部分的重點是說 離去機要比較能夠 Stabilize 這個 Nucleophile 或者這個 Lone Pair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比較弱的 Base 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離去機 你必須要掌握好這幾個重點 但是在那個 Equation 裡面 你通常沒有特別去注意的 還有這個溶劑的效應 溶劑的效應 我們也提到過溶劑的效應 溶劑的效應 主要 Focus 在 Nucleophile 我們提到了一個 Solvation 的名詞 Solvation 這個 Solv 的字頭代表了溶劑 Solvent 當你有帶 Charge 的東西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的 Solvent 常常這個 Solvent 它有一些 Dipo 就可以透過它的 Dipo 去包 Dipo 去包圍在這些帶有 Charge 的物種周圍 而靠著這種正負的相吸的力量 是可以釋放出來的一些能量 對它而言有一個穩定的因子存在的地方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當你 Solvation 太強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 Nucleophile 去攻擊你的 Electrophile 比如說你 Nucleophile 去攻擊你的 Substrate 的時候 它必須要突破這一層 Solvation 的障礙 所以 Solvation 越強是越不好的 那麼我們也把 Solven 歸為兩種 一種叫做 Polar 的 Protic 一種叫做 Polar A-Protic 所以各位絕對必須要能夠去區分這兩種融劑的差別 普遍的我們常用的像水 醇類的化合物 它有一個氫 是接在一個澱附度很高的氧上面 它可以透過氫建去跟 Nucleophile 化 有一個 Hydrogen bonding 的一種效應 我們這種形態的 Solvation 是很強的 比較難去突破 它會降低 Nucleophilicity 降低這些氫核世紀的這個氫核性 不容易去突破這層障礙 但是我們也有 Polar 的 A-Protic 它就沒有這種形態的氫 它就會有一個普遍具有一個帶附電的 Oxygen 的那一端 去包圍在 反而是在 Cat-Ion 的部分 一個 Nucleophile 它如果帶有一個 它是一個離子性的 它上面帶有一個負電核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它一定有一個正電核的部分 普通的時候正電核當然要在 負電核的附近 僅僅的在它附近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知道你很難想像說在森林裡面 有很多的硬離子在那個地方 Floating around 然後沒有 Cat-Ion 的部分 這是很難想像的 沒有任何的人能夠告訴我們 說那個所謂的因離子 對人體很有幫助的因離子 到底長得什麼樣 沒有人敢講這句話 所以那就是亂講 OK 沒有任何的證據 OK 你永遠要問那 Cat-Ion 是什麼 因離子這麼好嗎 這個地方抹一抹 你身上就有一些電核出現了 那是不是對你就很棒 OK 所以要從一個科學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你這個 A-Protect Polar Dissolvent 它會去掃費 Cat-Ion 的部分 反而使得因離子的部分 比較裸露 也因此它的核心會增高 好 這是我們很快地複習一下 這個非常重要的 SN2 形態的反應 這幾個觀念你必須要抓好 那今天我們要看另外一種型態的反應機制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叫做 SN1 型態的反應 SN1 顧名思義 S 代表 Substitution N 再度的代表的是一個 Nucleophilic 的意味 但是 One 從 SN2 你就可以推導得出來 那個 One 代表的意思會是什麼 在 Kinetics 上面 它是一個 Unimolecular Process 我們拿一個反應來做例子 這個反應牽涉到的是一個 Tertiary 的一個 Substrate Tertiary Substrate 一個 Turbuteal Chloride 它跟 Hydroxide Nn 作用 再一度的取代形態的反應 Chloride 被 Hydroxide Group取代 Cl-是一個 Leading Group 好 它在丙銅跟水 Acetone 是丙銅跟水的一個組合裡面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反應 好 我們來觀察它 術語你會發現非常奇特的是這個反應 它只跟 Turbuteal Chloride 也就是這個 Substrate 的濃度 呈一次的關係 而完全跟 Hydroxide 的 Enion 這個 Nucleofa 完全沒有關係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實驗結果 這好像跟你的直覺有一點衝突 對不對 這兩個反應怎麼會跟它的濃度 毫無關係 但是這就是 Kinetics 上面所表現出來 那我們說過 Kinetics 所表現的永遠是在細節的部分 這個反應是如何發生的 好 不論如何 這這樣子的一個一次的關係 代表我們可以寫出這樣子一個 Rate Law R 這個 Rate等於 K Rate Constant times Turbuteal Chloride Concentration 一次 好 所以是一個 First Order Reaction 我們叫它叫做 Unimolecular Reaction 非常重要的就在於這個速率是完全跟 Nucleofa 沒有關係 也因此立刻你可以推論 氫核式劑的強弱對於這個反應根本沒有影響 對不對 這 Kinetics 告訴我們是如此 好 所以我們常用這樣子的一個符號來代表 剛剛已經很快地說明過 這個 One 代表是一個 Unimolecular 的意味 好 我們說過 這個 Kinetics 一定是從它的反應機制上面 要能夠反應出來的 也因此呢 我們要如何去看這個反應是怎麼發生的呢 實際上這個反應是一個 Stepwise 是一個 好幾個步驟的一個 Process 想想看 SN2 我們說的是什麼 我們說它是一個協同式的 Concerted Process 在過渡狀態裡面 箭的生成 箭的斷裂發生在同一個時間 但是在 SN1 形態的反應它是不一樣的 它有兩個 Step 實際上 它的第一個 Step 是什麼 我們的 Turbular Chlorite 首先 做一個解離 注意到我們這個地方畫電子 我說過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用箭頭來代表電子的流動 所以現在這一對漸結兩個電子 放回到 Chlorine 上面 然後 Chlorine 帶著兩個電子 離開 既然帶著兩個電子 我在前面說過 這個棒原先是 Carbon 提供一顆電子 綠 提供一顆電子 現在綠 很過分的帶著兩個電子跑 所以綠 比原來多了一顆電子 也因此 它上面帶了一個負電荷 反過來看 Carbon 它原先提供了一個電子 結果被綠拿走了 所以它現在空了 它少了一顆電子了 所以它上面 勢必必要帶一個正的電荷 我也說過 電荷必須要左右是相同的 你這邊沒有電荷 你這個地方 雖然一個正 一個負 但是正 負相消 對不對 Total 等等 你的這一個電荷 還是 Balance 還是 Zero Total 還是 Zero 這是第一個 Step 你生成這一個碳上面帶了一個正電荷的 這樣子的一個物種 有一個特殊的名稱 我們現在是標紅的 因為它非常重要 它叫做 Carbo Keterian Carbo 代表是碳 Keterian 代表是氧 離子 所以這個中文的翻譯就叫做碳氧離子 所以這個解離生成了一個碳氧離子 這個碳氧離子 你要注意到 它的周圍只有三個劍 Total 六顆電子 所以它在一個第二周期的 Carbon 沒有滿足巴語體 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個 Highly Reactive Intermediate 它在任何時候它會企圖想辦法滿足這個巴語體的 好 這是我們對於 Carbo Keterian 要有的理解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它的結構等等的一些事項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個步驟 一旦生成了這一個 Carbo Keterian 之後 不要忘了我們反應裡面有這個 Hydroxide Anion 這一個 Nucleophile Nucleophile 上面是帶有一對 Long Pair 不管有沒有 Charge 那麼這個 Long Pair 剛剛好可以提供這兩顆電子 立刻就跟這一個在 Positive Charged Carbon 它一直在搜尋兩顆電子 讓它能夠滿足巴語體 所以可以想像它們立刻的結合 形成了一個 C 跟 O 之間的棒 它剛好在這個地方是一個 Hydroxide 它上面帶了一個負電核 那麼這個東西是一個正電核 所以到了最後這個地方所產生的這個 Turbuto Alcohol 也是一個 Neutral 的東西 電核在意度的是中性的 好 這是第二個 Step 前一回 鍾肇慶問我 我們寫出來一個 Mechanism 我怎麼知道哪一個步驟是最慢 哪一個步驟是最快 我說過我們在有機化解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用我們的知識來做這個判斷 好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第一個 Step 這個第一個 Step 它牽涉到什麼 它牽涉到一個間接的斷裂 而且它沒有任何間接的生成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它還牽涉到一個正電核跟一個負電核的分離 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知道正負是相吸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預測 這第一個 Step 它是一個慢的步驟 OK 所以它只有 Bond Breaking 只有箭的斷裂 這是需要能量 第二 它生成一個具有高能量的一個物種 Carbocular 另外它牽涉到一個 Charge 的 Separation 電核的分離 電核的分離 所以我們有這三個重要原因 我們可以推測 這個步驟一定是一個慢的步驟 相對的那樣我們也要去看第二步驟是什麼樣的步驟 第二步驟我們立刻的看到 它是一個正負的結合對不對 很棒的一件 Process 第二它只有箭的生成 它沒有任何鍵斷裂 你說這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它的那一個 High Energy 物種不見了 OK 變成一個 Stable 的 Alcohol Alright 所以可以理解這是一個慢的步驟 也因此我們有兩個 Step 但是我們可以用我們化學的知識來判斷 第一個 Step 是一個 Slow Step 所以呢我們可以說第一個 Step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 Step 它是一個 Rate Determining Step 它是一個速率決定步驟 或是一個速率的一個瓶頸的步驟 我們的反應的速率 就直接應該是從這一個 Primary 的一個 Reaction 去直接讀出它的 Kinetics 也就是說我們的 Rate 就應該是 K times Turbulent Fluoride 它的 Concentration 而已 我們的 Hydroxide 出現在第二個 Step 那個 Step 是不影響到你的 Rate 也因此我們可以現在這個 Mechanism 是一個合理的機制 它可以去解釋我們的反應的這個 Rate Law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一次的反應 它為什麼跟我們的 Nuclear 是沒有關係的 好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我剛剛口頭上所說明的 它為什麼第二個 Step 是一個快速的步驟 因為它只有 Unforming 只有箭的生成 然後它是一個 Charged Combination 正負結合 當然是要釋放的能量出來的 好 所以這一個比較慢的 Step 這個 Slowest Step 就是我們的速率 決定說往後我會用 RDS Rate Determining Step OK 這個 R D 跟 S 來做這個縮寫 好不好 這樣省得我們看很多的字 好 那麼也因此它解釋這個 Mechanism 解釋了為什麼這一個反應速率 所以只跟我們的 Turbulo Chloride 這個 Substrate 有關 而跟我們的 Nucleofine 沒有關 我們看一下 Energy 的這個 Profile 對於 SN1 而言它是有一些地方我們必須要特別注意好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縱軸是我們 Free Energy 我們的起始端 Turbulo Chloride 跟 Hydroxide Anion 作用得到 Turbulo Alcool 跟 Chloride 所以這個 Energy Level 跟這個 Energy Level 中間的這一個 Difference 就是這個反應了 Delta G 但是那是一個 Thermodynamic Factor 真正重要的是在 Activation Energy 那才是決定速率步驟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是一個 Two Step 的 Process 所以你注意到 第一個 Step 它是一個具有非常高的一個 Delta G G1 的 Double Dagger 的一個很高的一個活化能的一個 Process 然後產生一個 Intermediate Turbulo Cation 要注意到 Turbulo Cation 是一個 Intermediate 很多初學者會在這個地方搞錯 會誤以為這個 Turbulo Cation 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 Transition State 它不是一個 Intermediate 過渡狀態跟 Intermediate 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在 Energy Profile 上面的 Minimum 一個是在 Energy Profile 上面的 Maximum 一個是高點 一個是低點 好 所以你生成了一個 High Energy 的 Turbulo Cation 注意到它是比這邊高的 然後 仍然 Hydrox 還沒用 接著正負的結合 第二步是很快的 它有個非常小的 Delta G2 的 Double Dagger 很快的得到產物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 Delta G1 Double Dagger 是 比這個 Delta G2 的 Double Dagger 要大很多的 所以速率完全決定於這一個步驟 所以非常重要 我們要了解 在過渡狀態裡面 實際上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它的結構 它的結構是 Carting 跟 Chlorine 的 Bomb 已經都快要斷掉 但是還沒有完全斷掉 有一個藕斷絲連的關係 但是呢 因為它已經斷到相當的一個程度 大部分的 Charge 已經偏到 Chlorine 的這個部分 所以 Chlorine 上面會帶一個 Partial Negative 的一個 Charge 然後在 Carbon 上面會有相當程度的一個 Partial Positive Charge 出現 這是在過渡狀態裡面的一個狀況 然後接著完完全全 Chlorine 帶著一個完整的負電核離去 而留下了一個完整的正電核 這是它的產物端 要注意到這個 Carbon Canine 的部分是一個 Intermediate 它不是一個 Transition State 所以你在畫這個 Energy Profile 的時候 你絕對不能就這樣畫上來 然後這個地方直接拉拉拉拉拉到這裡 然後把這個東西當成是一個過渡狀態 這是很多老師很喜歡考的一個概念 好 當然你必須要對於 Carbon Canine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Intermediate 要有所瞭解 我們來看一下 Carbon Canine 它的結構是什麼 結構是非常重要的 結構的瞭解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很多的這些化學反應的結果 好 這個 Carbon Canine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構呢 這個 Carbon 會使用 Sp2 的 Hybridization Sp2 有三個軌域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Carbon 就可以用這 Sp2 的軌域 那麼現在我們 Carbon 如果用一個 Sp2 的軌域的話 它就會空 有一個空的 P 的軌域 在這個地方 這個結構上面大家知道 一個 Sp3 的話 Tetrahedral 的結構 一個 Sp2 的話是 Planar 的結構 然後有一個 P 的軌域是跟 Sp2 形成一個垂直的關係 所以它是一個 Tribunal Planner 的一個結構 但是為什麼不是用 Sp3 呢 我們在過去提到過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S 的 Characters 我們說過 S 我們會用一個電腹度的一個角度來描述它 我們會說 S 軌域的軌域電腹度是比較高的 比較喜歡電子的 它的能界是比較低的 P 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現在如果是一個空的軌域的話 它沒有任何的見解 它是個空的軌域 你為什麼會要讓這樣子的一個空軌域 有非常高的 S 的 Characters S 的 Characters 是對於電子有比較高的需求 你很愛錢 你很愛錢 那結果你很沒有錢 你是不是覺得很痛苦呢 但是你很愛錢 你卻給自己一個概念說 我要錢不重要 你降低你的欲求 你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 Molecule 也是這樣做的 既然那是一個空的軌域 我為什麼要灌進去 S 的 Characters 我為什麼不去重新做一個 Rehybridization 讓我的 S 的 Characters 灌到那些有見解的部分 OK 所以它 Bounding 的那些 Orbital 它加高了它 S 的比例 然後讓那個空的軌域裡面 沒有 S 的 Characters 那它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那你如果用 SP 的話 那你看看 那 Carbon 用三個 SP 去跟 R 進行作用 它的 Bounding 的軌域裡面 它的 S 的 Characters 是比較少的 然後它讓那個空的軌域裡面 有一些 S 的 Characters 這不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嗎 什麼事情都要往低能量的方式來走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會是比 SP 三的軌域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很多的 所以這個 Carbon-Keylon 的 Structure 它會是一個 Planar 的結構 Trigonal Planar 的結構 你可以輕易地用 Bsepr 的觀念來看 為什麼我們剛剛說過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讓這個空的軌域 具有比較少的 S Characters 那麼它的電負度會比較高一點 對電子的需求會比較低一點 它會比較穩定 OK 那把 S 的 Characters 放到 Bounding 的軌域裡面去 所以這個部分 這裡的這三個間解 它用三分之一的 S 比 SP 三要強 那它可以得到最好的一種間解 好 這是對於 Carbon-Keylon 的這個結構有所了解 我們現在來看它的穩定度 再度相對的穩定度 你會看到 同時也必須要記得是這樣的一個趨勢 三級的 是最穩定的 甲級的是最不穩定的 所以三級到二級到一級 三級的最穩定 注意到這個 CARB 上面有三個 R Group 二級的只有兩個 一級的只有一個 甲級上面都是氫 你不能夠處理有機化學的時候 純粹是用記憶性的 你一定要問 為什麼三級的 CARB 它是比較穩定的 它的原因是 L-Q 的 Group 我在前面提到過 它是被視為是一個 Electron Donating 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L-Q Group L-Q Group 它是 Electron Donating 它是推電子 它是推電子 推電子 你看這個地方是一個帶電荷的 CARB 它是一個缺電子的中心 那它的三個朋友 都是雪中送炭的傢伙 都可以把電子送出去給 CARB 那是不是可以讓這個 CARB 變得比較穩定呢 當然是如此 這裡它只有兩個這樣的朋友 這裡只有一個這樣的朋友 這個地方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朋友 所以你可以解釋為什麼三級好過於二級 好過於一級 好過於假級 但是我知道 中招慶一定就要問了 為什麼L-Q Group 是 Donating 對不對 這你講了 你講了算了 我們還是要有一些道理 我們還是要有一些道理 好 但不管如何我們暫時接受這一點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 有更多的 R Group 它就會有比較更多的 Stabilization 所以反過來想 如果是拉電子接在它上面 當然會降低它的這個穩定度 這是可以理解的反過來的話 好 我們必須要回答剛剛中招慶所提出來的問題 我知道它在他的心裡面提出來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 L-Q Group 它是 Electron Donating 呢 不過很抱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用一個比較 fancy 一點的一個詭譽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這個叫做 Hyper Conjugation Hyper 有一個超的意思 一個虛幻的意思 大家看網路對不對 hyper text hyper的 hypersphere 這些都是虛擬的 虛擬都是真實的 好 Conjugation 這個字 Conjugation 是一個共惡的意思 共惡就是相互有一個作用的意思 相互有一個作用的意思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carbocation 只不過我們現在特別的去標出來它旁邊的一個 carbon hydrogen 的一個 bond 這是一個 sigma 的 bond 大家知道這個地方有一個 109.5 的一個角度 因為它是 SP3 的 hybridization 但是 這個地方因為它是一個 single bond 所以它有一些 confirmation 的存在 那它現在我特別的畫出來了 其中一個特定的一個 confirm 這個 confirm 這個 sigma bond 這個 CH 的 sigma bond 注意到它填了兩個電子的 跟這個 empty 的 P orbital 現在可以放在同一個平面上的時候 然後 注意到這個現象就有一點像 我們前面所提到這個 Pi 的 bonding 我們也考過這個式的 對不對 兩個 P 的詭譽如何形成一個 pi 的一個間解 它可以利用 詭譽側邊跟側邊的一個 overlap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 weak 一點的一個 overlap 不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另外一種間解 頭對頭對間解 sigma type 的 bonding 那是比較強的 但是那個地方我們談到的是一個 P 跟 P 之間的 現在注意到 P 跟 P 原先是相互平行的 對不對 但是你看看現在 carbon hydrogen 的 bond 它是有點偏外的 固然在一個平面之上 但是它是有點偏外的 所以這個距離變得有點偏到外面去 這是第一 第二它是一個 sigma 的 bonding sigma 的 bonding 那兩個 electron 是已經被牢牢的抓住了 但是不可否認的就是說 在這個狀態之下 它是有這個機會做一個側邊跟側邊的 一個 overlap 只不過這個 overlap 可以理解 它是蠻虛弱的 蠻 weak 所以有些人認為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hyper 的 bonding 是存在的 同時呢你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是這樣的一個間解的話 這個 sigma 它是有兩個電子 這個 P 它提供出來它是空的 它沒有提供任何的電子 所以如果它們有一個 overlap 的話 形成一個新的一個 MO 的話 不就好像是這一堆電子提供出來 好像 donate 之以來捧到這 empty 的 P 哇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 hyperconjugation 的概念 你就可以理解 這個 L-Q 的 group 這整個 這整個是一個 L-Q group 這整個 L-Q group 它上面 因為這些 carbon hydrogen bond 只要形成這樣子一個 跟那個 P 哇不同 形成一個 eclipse 關係的時候 就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interaction 這個 interaction 可以得到一些 stabilization 所以第一 在這個地方它有一個 pi type 的 interaction 存在 只不過這個 pi type interaction 它是不同於前面所提到的 P 跟 P 直點 interaction 它是這個 sigma auto sigma auto 再強調一邊 電子是被牢牢的抓住的 那你現在要讓它去跟人家 shit 我告訴你 它絕對是心不甘情不願 好 那是由這個 sigma auto 去跟這個 empty P 去行一個 overlap OK 也就好像是 donate 這個 electron 把電子從填滿的 sigma 就拿給這個空的屁軌域 所以那個空的屁軌域就賺到了 從一個 mo 的角度來看就是這樣子 你的 sigma 它當然 energy 是比較低的對不對 它就要往下掉 是比 P 要低很多的 我在前面提到過另外一個概念就是 當兩個 orbital 它要 overlap 的時候 它的 energy 如果差異越大的話 這個 overlap 是越差 所以它們雖然有一些 overlap 但是從 mo 的角度來看 這個 overlap 不會很好 我這個地方都是誇大 再往下掉 這個新的 mo 這往下掉的 其實不應該會很大 這只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 stabilization 所以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理論來解釋 為什麼 LQ 它是 electron donating 一旦你看過這個以後 你要記得 往後你要記得 就是 LQ electron donating 你可以解釋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們會不斷地去重複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也可以從一個 valence bond 的一個角度 從 resonance 的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那它的畫法是 就是這個地方的 CH 兩顆電子放到這個地方形成一個 pi 因為是 resonance 的概念 所以核的位置都不動 核的位置都不動 這當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對不對 你把一個 sigma bond 換成一個 pi 當然 energy 上面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 contribution 不會是很好 但是它會存在的地方 這是從一個 這是一個 valence bond 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說過 這是一個不同的理論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表達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這兩個東西的一個 hybrid 就是說它不是這樣的結構 它也不是這樣的結構 它實際上是 intermediate 這個 bond 不是一完整的一個單界 這個地方也並不是一完整的一個雙界 是一個居中的狀況 好 然後就會有一個 charge 一個 separation 這個地方 partial positive 這個地方有些 partial positive OK 因為電子往這邊 flow 來彌補這個地方的缺憾 所以這是 valence bond 的理論 不論如何這些理論都在企圖說明 企圖解釋為什麼要給 looper e 來轉動 好 有了這些了解以後我們現在來看 跟前面 SN2 我們討論 SN2 的時候 一樣的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這個 substrate 這 substrate 到底怎麼樣是一個好的 substrate 對於 SN1 而言 怎麼樣是一個不好 substrate 那麼現在當然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結果 就 relative rate 對於 SN1 而言 它是三級大於二級大於一級大於甲基的 OK 乍幹之下 這個就跟我們前面所提到 Cob-Catine Stability 是完全能夠契合的 所以呢 這個 你似乎這個直覺上你就覺得 這應該是很合理的 那你可能就會說 啊 這當然應該是如此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 rate determining step 是牽涉到這一個 step 對不對 你 Rx 斷掉 生成一個 Carb-Catine 對不對 所以比較 stable 的 Carb-Catine 就會得到一個比較 就會是一個比較快的反應 你如果是這樣回答 老師就會給你打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為這是一個錯誤的解釋 不要忘了 R plus Carb-Catine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intermediate 是在那個 energy profile 上面的一個低點 那等於是那個第一個 step 的 product 所以你現在在談的是 Product Stability 你談的是熱力學 你在談熱力學可是你卻說 因為你的產物比較穩定 所以比較速率很快 各位在高中的時候 你的老師都會告訴你說 氫氣跟氧氣 你放在一塊的時候 你不給它一個 Spark 你不給它一個火花 它是不會產生任何反應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火花 它就碰一下才會發生 它的產物 Thermal Dynamic 非常 favor 放出大量熱 但是兩個放在一塊兒 沒有一個催化的 沒有一個 initiation 反應是不會發生的 速率跟穩定度是兩碼式 OK 你要看著真正硬 你要看著是活化的 所以這樣子一個講法 其實在概念上是錯誤的 我甚至於發現 在某些學校裡面 有一些老師在教這些化學的時候 甚至於它的概念都是錯誤 那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因為錯誤的這個想法 會導致你錯誤的一些推論 好 所以我們要特別的注意到 我這個地方打了一個黑猩猩 速率只是決定在activation energy 絕對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當你在談速率快慢的時候 一定要想到的是活化能的這個步驟 而不是產物的stability 所以我們真正應該要去問的是 這一個rate determining step裡面 它的過渡狀態長什麼樣子 其實過渡狀態我們已經談到過 所以我們今天要關心的是EA 這個activation energy 也因此我們必須要想辦法知道 Transition state energy Transition state energy 問題是Transition state 我在前面說過那只是灘蛙一線 你沒有方法能夠 hold住這個 transition state 停在那個地方 然後讓我看到不可能的事情 非常困難的 也因此你只能夠去做一些 一些假設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如何去估算 估計一個過渡狀態的能量呢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非常重要 叫做hammond leffler postulation 早期的書都叫hammond postulation 不過後來大家發現 另外那個paper裡面可能還有一個 Leffler這個人 所以現在大家 這個課本慢慢改過來 叫hammond leffler postulation 不過你看一些其他的課本 它可能仍然叫做hammond postulation OK 好 hammond在不久之前過世 那麼hammond的postulation是這樣講的 從一個energy的一個profile來看 他說 對於一個highly endofermic rate 高度吸熱的反應 高度吸熱的反應 它的過渡狀態的結構是 是mimics這個產物的結構 你的過渡狀態的結構會有點像產物的結構 你從這個energy的一個profile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是一個高度吸熱的一個反應 它的reactant跟這個prada的這一個差距是很大的 你在這個過渡狀態裡面 你知道它可能有些件的斷裂 有些件的生成 那你必須要這個 如果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吸熱的話 代表你可能要 這個件的生成要到了一個程度 就是這個反應要發生到一個程度了 它的這個能量才能夠 才能夠到達一個可以發生的一個階段 所以你的過渡狀態會比較偏在尾端 會是一個比較晚期的過渡狀態 我們叫做late transition state 因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要走到一個相當的程度 才能夠累積到有一個足夠的能量 能夠往下走了 這是endothermic reaction 反過來 對於一個高度的exothermic reaction 高度放熱的一個反應 它為什麼會高度放熱 因為它的很顯然 從thermodynamic 角度來看 它生成的那個件 可能提供的能量就已經很高了 所以很快它就 它的這個能量就已經到達了這個過渡狀態 很快就下去了 因為它就會是一個比較early的transition state 一個早期的一個過渡狀態 不要忘記是一個postulation 這是一種想法 一種合理的想法 是有點抽象 所以這是一個高度放熱的話 它比較快會到達一個過渡狀態 到達這個過渡狀態 所以它的活化能就會比較低一點 為什麼需要這樣子一個postulation 因為有了這樣子一個postulation 我們對於這種高度吸熱的反應 我們就可以這樣說 就是它的過渡狀態會 的結構會有點像這個product 也就是回想一下我們提到的 這個SN1形態的反應 它的ready turning step 是只牽涉到這個箭的斷裂 它沒有箭的生成 它的能量只能從它的kinetic energy來 從它本身的能量來 所以可以想像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它這個要比較晚 才能夠到達它的過渡狀態 在過渡狀態的地方 我們曾經畫了一個結構 carbon 跟chlorine或者halite 之間那個bomb已經斷到一個相當相當的程度了 那個carbon上面已經累積了一個相當相當程度的一個 洋離子的一個特質了 所以它跟你的那個最後 所要生成的carbon 已經結構非常相似了 所以你大概可以說 過渡狀態跟你的product很相像 好 也因此呢 對於這種高度的exothermic reaction highly exothermic reaction 我們大概可以用這個product stability來估算 estimate 來估算你的過渡狀態能量 我們為什麼要談Hammond postulation 因為現在 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檢驗這個SN1型態來 因為它的redetermining step這個步驟裡面 它是一個highly 抱歉這個要改成endo endo E-N-D-O 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這是一個endo 這個字應該是一個endothermic endothermic endothermic ok 寫錯了 它是一個高度吸熱的一個process 也因此呢 我們現在 有了Hammond postulation 我們才可以說 因為這是一個highly endothermic reaction 它產生的這個carbocetion ok 或者我們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的過渡狀態會比較像它的這個carbocetion 它會有相當程度的carbocetion 這個tertiarycarbocetion的特質 那它會比較穩定 也就是代表它的過渡狀態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它會比較低一點 也就是說 我們transition state 有一個比較高的carbocetion的carbocetion 在那個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late transition state 它就會有一個比較小的energy of activation 所以它反應速度會比較快 也因此我們呢 才會觀察到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三級大於二級大於一級 大於甲基 所以你一定要從一個過渡狀態的一個角度 沒錯 product stability 會有影響 但是永遠要拉回到過渡狀態來討論 你不能直接的說 因為它得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產物 所以它比較快 那這一句話是有語病的 好 所以tertiary substrate 它的這一個反應數據是比較快的 所以這一個結果是跟SN2是完全反過來的 SN2是決定於什麼 決定於立體障礙 因為它牽涉到兩個相互的一個碰撞 OK 它的這個mechanism是不一樣的 所以三級反而是最慢 因為立體障礙最大 但是在SN1現在反應 三級反而是最快 好 立體化學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對於SN1而言 它是Resomization 什麼叫Resomization 也就是說它的這一個 這個chirology會lost掉 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拿一個實際實驗來看 比如說你今天拿一個單一的一個enatomer 這個bromide 這個bromide是一個tertiary substrate 沒錯 但是你看這個地方是有一個chiral center 這個car 這是一個chiral center chiral center 上面有一個br 一個ethyl 一個methyl 有個propyl 四個部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chiral center 而且我們現在做這個實驗 我們是拿單一的一個optically inactive的單一的一個隊長 然後再度在這個水跟丙銅的一個組合裡面 你去做這個反應 做了取代反應 但是你今天你去測它的懸光度 你會發現它是optically inactive 原來你從單一一個隊長 你得到的產物 竟然懸光度不見了 zero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的你的這個alcohol的產物 雖然它仍然具有一個chiral center 但是現在你得到的是一個racemic mixture 或是一個racemate 注意這個名詞 racemate 什麼叫racemate 就是r跟s1比1 相互是一個 剛好是一個外銷懸的一個結果 OH接在這一邊 看似好像是原先b 接在那邊 這樣的結果 我們稱它叫做retention 就是保留的這一個結果 另外 OH接在反對的方向 這叫做inversion 這是我們在談 SN2的時候談到的 所以現在在SN1的時候 它是retention跟inversion各半 為什麼會如此 主要的原因在於 我們前面提過 SN1形態的反應是經過一個carbocatine 而carbocatine長什麼樣 這是平面的結構 是一個trichinal planar的carbocatine 也因此一旦生成一個planar的結構的時候 它是一個具有對稱性的東西 它有一個plane of symmetry 一旦有一個plan of symmetry 它就變成是一個achyrology 不見了 它的optical activity 當然在這個階段就已經沒有了 各位 我們要下課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同意啊 這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議題 這是為什麼我說這個章節它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會在這個章節裡面lost 但它又非常容易重要 OK 我有一些圖像我是沒有畫出來 我企圖在口頭上做一些表達 有關carbocatine的structure 它是planar 讓我用這個圖形真正的把一個sp3的hybridized 可能的structure 拿出來跟一個trichinal planar 利用sp2hybridized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來維繫它結構structure來做一個對比 你看到 你看到 今天如果是仍然保持sp3 所以它必須要是一個tetrahedral的結構 tetrahedral的結構 但在這樣一個tetrahedral的結構裡面 它的這個空的軌域 empty的sp 它會有一個empty的sp3的軌域 相對的比較 在這個地方空的是一個p的軌域 那這兩個structure來比較 我說這是一個比較糟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你讓那個空的軌域 裡面有對電子比較需求高的s的特質在裡面 就好像你很愛錢 但是你的荷包又空空 那就會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 也因此為什麼不改換一下它hybridization 讓我們空的是p的軌域而已 沒有s的character 相對的它把s的character放到哪裡 它放到這些間接的軌域裡面去 間接的軌域裡面有電子吧 對不對 所以那個間接就會比較強 所以overall這個carver canard就會比較穩定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或許我把那個軌域畫的 把那個sigma的軌域那樣子一畫 讓你覺得很迷糊 簡單一點 就用一个 CH 来表示 这是一个 sigma 的棒 对不对 这个棒 放在黑板面上 这个偏轨域也放在黑板面上 它们就可以有一个侧边跟侧边的 overlap 不要忘了 这是偏到外面 这是第一 第二 是一个 sigma 棒 就是电子已经被 carbon 跟 hydrogen 来共同享有 你又要让它能够去跟人家 share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的 所以虽然即使它有一些 overlap 这 overlap 不可以是很强 所以它叫做 hyperconjugation 它是跟一个普通的一个 pi bonding 差很多的 好吧 所以这是一个 hyperconjugation 的状态 late transition state 跟 early 的 transition state 我觉得比较容易 从 SN2 形态的反应的过渡状态来理解 SN2 形态的反应 它的过渡状态是这样子 我的 nuclear file 进来 或者我不要用 A 跟 B 我们用 NU 跟 L Leading group 对不对 Nuclear file 要进来 在这个地方要生成一个 bond Leading group 要跑掉 所以这个 bond 要 break 这个 bond 要生成 我们的横轴 我们的 energy diagram 我们的纵轴是能量 我们的横轴是一个反应进行的程度 代表历史就是一开始 NU 刻画在很远很远的位置 随着反应的进行 它慢慢地接近 慢慢地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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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正地方 再进去一点 生成了一个 bond 反过来 leading group 原来是有一个 bond 慢慢地离开 随着反应的进行 慢慢地离开 慢慢地离开 对不对 在脑袋里面有 对于那个所谓的 reaction coordinate 是要这样子一个卡通来想象的 好 这个是件的生成 这个地方是件的断裂 生成一个件放热 断裂一个件吸热 我也说过 你的过渡 你的活化能不是这个能量 而是比这个能量要低很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断的时候 它需要的能量有部分 可以从这个地方生成的 来补足一些 好 这是你理解对不对 那想象高度吸热的反应 高度吸热的反应 代表的是 它要断这个件 很困难 然后这个地方要生成 提供的能量又很少 怎么办 所以你的反应就要走很久 要非常非常偏过去 这个地方要相当程度的一个生成 可能那个地方所爆出来的能量才能够补足到这个地方断掉 OK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比较late 比较晚期的过渡状态 如果是一个高度放热的反应 它所表达的 它的这个通常状况是 但是这个地方很弱 是一种弱的件 所以很容易断掉 不需要太多能量 然后第二 这个地方 它可能放 那个件是很强的 可以放出来很多的热 所以它走了没多久 就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断掉这边了 这当然是一个 一个overall的一个balance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早期 很快它就可以到到达那个过渡状态 就是那个能量从最高点上刷一下下去 OK 所以这是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 什么是一个早期的过渡状态 什么是一个晚期的过渡状态 但是这些想象只是想象 所以那是一个假说 Hammond 的假说 好不好 你很难说去证明它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很多事情 而且它make sense 它make sense OK 好 这个假说的重要意义在于 对于这种高度吸热的反应 它提供了一个线索 这个线索就是说 你的过渡状态在这种形态的反应 高度吸热的反应 它的过渡状态会很像它的产物 所以今天我们有三级 二级 一级的substrate 对于SN1形态的反应 那个机制来看 你干脆可以画出这样子的三个 三个energy profile 现在我把它合在一块来看 其实大家没什么charge 大家舍不得的差异 不会很大 但是过渡状态 以及这个prana 这个side 因为它有个charge 有一个positive charge 是一个carbocanine 能量差异会比较大 三级的会比较稳定 对不对 再来是二级的 再来是一级的carbocanine 假肌肉不用画 我们可以运用 Hammond postulation Hammond postulation 告诉我们说 这些反应的过渡状态 是跟它的产物相似的 既然carbocanine三级高于稳定度 三级最稳定 再来二级 再来一级 所以你用Hammond postulation 你就可以说 这个三级的substrate 它经过的过渡状态 会比较稳定 这就是这个假说 它重要的部分在这里 我们要运用这样的假说 才能够去对过渡状态说一点什么 OK 所以对于这个高度吸热的SN1的反应的 那个key step 那个ray deterring step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利用那个假说 我们就可以说 它的过渡状态 那个step的过渡状态 会向它所产生的太阳离子 也因此三级的 因为那个太阳离子比较稳定 所以它的过渡状态 也应该会比较能量低一点 所以它的活化能力会比较低一点 它速率就会比较快一点 你不能够直接的说 因为它生成比较稳定的三级的太阳离子 所以它比较快 那是从一个product stability来讲 那是不准确的 OK 所以这是针对 刚刚同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在更进一步的做一些说明 好不好 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是抽象的 因为你看不到 对不对 这才是它困难的地方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立体化学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它的立体化学 它的chirality 会loss 为什么 因为它经过一个平面的 有一个对称面的 碳氧离子 也因此它的chirality 在这里就已经不见了 它一生成这个 它的plasma ions就不见了 它就变成achiral 从这个之后 你要知道它的结构 是这样一个pe的轨域 它的两面 简直就像对着一个镜子在 有一个镜面的对称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nuclear把在这里是水 水从这边进来 或者水从这边进来 不是就像对着一个镜子 在做这个事情吗 你说哪一边会比较稳定 没有任何一边会比较稳定 它完全是镜面对称的 是energy完全一样 energy既然完全一样 所以过渡状态能量绝对是一模一样的 活化能力一模一样 速率当然一模一样 所以它生成左边的这个 或者是右边的这个 这是retention 这边是inversion 一定是1比1 所以equal rate 从两个phase进来 所以这两个approach 都是inantomerate 都是inantomerate 好 但是不论如何 那么其实你一看到这个地方 它这个东西就已经lost掉它的carality了 再往后面走 你不可能会有任何的carality跑出来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 你需要带回家的一个认知呢 就是说 具有光学活性的这个产物啊 是没有办法从不具有任何光学活性的starting material 而得到的 这样讲好像有点new啊 就是说 如果你的起始物是不具有光学活性的 你就不可能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你永远要记得这一点 ok 但是呢 你从具有光学活性的起始物 开始啊 你不见得一定就会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今天的这个例子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他从一个具有光学活性的起始物开始 结果呢 反应做完了 他的所有的 光学活性都不见 因为他得到一个resumate 啊 好不好 所以最大的原则就是 你从不具有光学活性的起始物 不可能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你从具有光学活性的起始物 只能说你有机会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并不代表你一定可以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好不好 这要听清楚了 好不好 再讲一遍哦 你从不具有光学活性的起始物开始 绝对不可能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但是你如果从具有光学活性的起始物开始 你只能说有机会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你要看你经过是什么样的机制 SN2 你ok inversion SN1 forget it 不可能 你会loss掉你的chirology 所以今天大家就要回来大哉问 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的体系里面 会具有一种光学活性的氨基酸 以及具有一种光学活性的这种糖类的话 到底打从一开始这个地球是怎么样出现了第一个具有光学活性的分子呢 你总有一个开头吗 对不对 不然你如何去解释你的生命现象里面为什么具有那么多具有单一队长的分子呢 难道真的有上帝的存在吗 有些人就认为如此啊 上帝创造了 ok 有些人这样讲 但是 但是 所以你用 origin of life 你去search 用keyword 你去search 你可以在我们化学系组组管里面找到一些书在讨论这样一个课题 就是 有些人有一些proposal 就是说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具有光学活性的分子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一定要从一个具有光学活性的分子才能往下制造出来更多的具有光学活性的分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ok 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 好 所以说不定我们真是外星人 ok 好 那现在 我们来看 对于SN1形态的这个反应 那如果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 有另外一个another chirocenter的存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拿这样子一个分子做一个例子 大家要注意往后 我们在画这些分子的时候 因为每一次我们画一个具有chirocenter的分子 然后它有mirror image 我们每次都要把它的mirror image画出来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 所以常常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只会画其中的一个单一的结构 所以如果我没有特别的强调 我们代表的一定是一个resumate 那如果我代表的是单一的一个队长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这是单一的一个队长 我现在画的是绝对结构 好吗 要了解我意思 不然的话我每次都要把它的mirror image画出来 这是很讨厌的事情 明明就是一模一样的嘛 好 所以现在画像的话我没有特别讲 它还有另外那个mirror image 我们不特别去管 我们来看今天经过sn1 八层反应的时候 现在我们有一个clerocenter在这里 OK 它经过一个clerocenter 不要忘了 现在它不是一个对称的分子 它其实并没有那个sigma plane 存在对不对 因为呢 这边有个甲基 这边有个氢喔 所以这两个面是不一样的 水从上面进来跟从下面进来 现在是什么关系 是一个diastereotopic的关系 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有另外一个clerocenter的存在 所以就使得这两个水从这不同的face进来的时候 它在能量上面是不一样的 是一种diastereotopic 注意到这个字尾 我们用diastereotopic 这个topic有一个face的那个意味 OK 总而言之 就是这两个approach 这两个接近的这一个方式在能量上面是不一样 因为它是diastereotopic 它不是一个inential topic 不是inential topic 它是一个diastereotopic 代表的意思就是能量是不一样 那它就会有选择 就会有选择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对称面 没有一个plane of symmetry的存在 那么这两个approach 是diastereotopic 代表的是能量是不一样的 也因此呢 你的这两个产物 OH从上面进来跟OH从下面进来 从下面进来是retention 从上面进来是inversion 会有一个差别 我们概略的会觉得 OH从下面进来 会比较好 因为从上面进来 从上面进来 你知道这个假计有点大 对不对 会使得这一面 面对的这个阻碍会比较大 当然你会觉得说这好像有点远 不是在它旁边 如果在它旁边的影响力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选择性可能不会那么的好 但是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你会预测说 这会是主要产物 这是主要产物 但是我们只要指出它有差别 这是我们的主要概念在这里 我刚刚也说过 你今天其实没有必要 把它mirror image 画出来 我们只要知道说 从这个产物你会得到一组 diacerial 如果这个是单一的对长 那你这个会是单一的对长 另外这个也会是单一的对长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如此 OK 好 但是你有可能是拿一个racemic mixture 也就是说你有它的mirror image 我现在用一个镜子来画 我画出来你会发现 从上面进来 你也会画出一对mirror image 从下面进来 你也会画出一对mirror image 所以还是印证我刚刚讲的 你从一对不具有 从一个不具有光学活性的 这样子you resumate 你得到了产物 你仍然会是一对 resumate 这一定是1比1 这是一个mirror image 这是一个mirror image 一定是1比1 你仍然不可能会产生任何的光学活性 好不好 再讲一遍 这个事情比较抽象的1比1 你如果是这个1比1 对不对 那你得到这个产物也会是 这个产物也是1比1 得到这个产物也会是1比1 你绝对不会有任何光学活性出现 但是你如果把这边画掉 你只是从这边 只有这边 你从这个具有光学活性来 你得到的这个 就会是单一的一个队长 因为它不会有这个 你得到这个也会是单一的一个队长 因为它不会有这个 当然这个有它的光学活性 这个有它的光学活性 你这个混合物 你如果不分开来的话 它这个光学活性当然会 相互可能会加成 会抵消 这很难讲 要看它们的选光度 到底怎么样 因为它们之间是一个 Diastereomeric 关系 但你把它分开来 你就会得到单一的一个队长 这概念就是 好不好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 你从不具有光学活性的东西 开始你不可能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问题 你从具有光学活性的东西开始 你有机会得到具有光学活性的产物 但是你不见得一定会得到 要看它经过的机制到底是什么 所以机制是很重要的 好 跟SN1形态的反应有关的 有一个process 有一种形态的反应叫做solvalesis 什么叫solvalesis Lysis 这个字有一个断裂的意思 分解的意思 Solv Solv 注意到是 溶剂的这个字头 solvent 所以当你的solvent是你的nucleophile的时候 它就叫做solvalesis 你去看国立编语馆的这个翻译 它叫做溶剂分解 我觉得 或许你也可以把它 如果我来做翻译的话 我会叫它叫熔离 熔离 好 不论如何 这溶剂分解的反应 我们用水来做粒子化 solvalesis 是一个general的名称 当它是水的时候 它就叫做hydrolysis 因为你的solvent 就是水 hydro hydrolysis 所以呢 这个反应的意思就是说 从反应机制来看 三级的turbine chloride 产生一个turbine 然后被水trip 然后丢掉一个h症 你就得到turbine alcohol 同时有hbr下来 好 这是hydrolysis 我们就叫它叫做水解反应 另外 如果你的溶剂是甲醇的话 我们就叫做methanolysis 你看 methanol 然后就放在 就去取代这个solv o 这个字 它就是说methanolysis 如果是乙纯 就叫ethanolysis 所以 以此类推 这是一个turbine chloride that 放在methanol里面 methanol 就会取代了 这个氯 掉下来一个hcl 这个h 是在这里的 这是从一个balance equation 来看 好 反应机制是什么 好 我们从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 今天拿一个turbine chloride 现在要熟悉这样的一个画法 这样子 这是一个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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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画出来的氢 自己补上去 但是我看各位考试的时候 有些同学就是这样子 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你如果要把碳这样写出来 那你最好把上面的氢标出来 OK 那这个 你不能这样子 然后代表这个地方是氢 你如果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一定认为这是一个碳 而且是一个甲基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这样的话 我会说它不是一件很好的话 你最好把 你要把碳这样的标明 你上面的氢印要写出来 你要这样的话 代表意思就是一个ch3 这是一个ch2 这是一个ch2 ch3 这是一种化学家的 有机化学家的一种表达方法 所以 这是一个terbil chloride 这是 甲酸 它叫做formic acid 这个名称以后你再背下来 等我们谈到酸类的话 我说这是必须要记得 不过formic acid 通常就是一个 我们叫household name 乙酸蚂蚁的乙 你被蚂蚁咬到的时候 这个痒痒的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常常是来自于这个乙酸 OK 所以乙酸哪在做一个溶剂 所以呢 这个乙酸的这个部分 接到这个carbon上面 然后hcl掉下来 h在这里 cl在这里 ok 好 这个反应怎么发生呢 我们来看它的反应机制 注意到有机化学家的做法 这个箭头代表的是一对电子 放到绿上面 跑掉了 cl-跑掉了 留下一个正电荷 这是第一个步骤 slow 正电荷出现了以后 这个地方有个氧 上面有long pair 立刻的跟进 非常快速 因为只有箭的生成 只有箭的生成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看 氧上面有三个箭 所以上面带了一个positive charge 我上面提到过 接着 只是一个简单的酸碱反应 这个直指脱掉 我说过 我们常常就直接用一个h plus 代表 但实际上这个h plus 可能就会接在这些arx菌上 这是用g 这是一个酸碱反应 非常酸的东西 他比较喜欢 脱掉这个直指 就变成这样子 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来自于 你看我用蓝色的方式 标明了就是这个par 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这里生成了一个氧跟碳之间的箭结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反应机制了 你注意到 这个箭的生成 我们是用箭头这样代表 代表这个氧上面long pair 过来 接到这个碳上面 看起来好像是他攻过来 但实际上你也知道东西是 谁攻谁很难讲 只是我们有机化媒体 普遍的是 把这个视围好像没有动 然后这个过来接进去 来配合这个电子流动的想法 当然是有点失真 但是能够帮助你去掌握 间结是如何生成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有哪些因素 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反应的速率 首先我们从这个Nucleophile的强弱来看 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 对于SN1的反应而言 它的速率定律式里面 并没有包含Nucleophile 它的concentration 所以它基本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关键的概念在于说 你的Nucleophile 并没有牵涉在 Rate Determine Step 里面 所以它并不重要的 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反应的快慢 不管你是一个强的Nucleophile 还是弱的Nucleophile 都一样没影响 OK 所以很快你就可以跳过去不要弹了 这跟SN2是不一样的喔 SN2的强弱是会影响的 因为它的速率决定步骤里面 牵涉到Nucleophile 它的concentration 好 我们来看看Solven的影响 Solven的影响 Solven在这个地方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主要这个关键的概念在于说 在速率决定步骤里面 SN1而言 牵涉到Charge的separation 牵涉到Charge的separation 所以你的溶剂的这个能力就很重要 普遍的溶剂的即性越高 它的diple moment越高 有一个物理常数叫做界电常数 界电常数 那就是一个量度它去separate 一个正负电荷的能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物理常数 对于即性高的溶剂而言 它的这个界电常数就会比较高 你看水 它的界电常数是很高的 所以在一个即性高的溶剂里面 它的界电常数高 它就比较容易去stabilizing charge separation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过 即性高的溶剂有比较高的这一个 ionizing the power 就是比较容易去stabilize 那些positive negative the charge 这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除了界电常数你可以这样来看之外 你不要忘了就是说 你的diple moment的存在 代表的意思 你有一端是正的 一端是负的 你就可以透过这些正负端去 solvate这些带有charge的东西 来stabilize 它 所以界电常数越高 你就越容易去stabilize 这些带有positive charge 跟negative charge的部种 你就可以得到stabilization 但是你知道 今天真正重要的是过渡状态 对不对 过渡状态的stability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过渡状态里面 你并没有真正有一个 完整的正电荷出现 但是它也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一个正电荷出现了 对于SN1而言 所以它仍然是可以透过 这些solvation 比如说负端 正端包围在这边 正端包围在这边 你就可以stabilize 这整个transition state 整个transition state 会因为这些solven的这个急性 这些dipole的存在 这些solvations 来stabilize 它 那相对的 没有什么dipole moment 这些solven 就比较难得到这样的 stabilization 所以这是solven的影响 注意到这个界电常数 dielectric constant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参数 你可以先拿来看的 你可以去查一些 比如说你用CRC的handbook for physics and chemistry 它有一个很大的表 给你各种不同的容器 它的界电常数 那界电常数高的就是它的dipole moment 很高 就是这样 我刚刚说过水 还有我上次提到DMSO 这些都是界电常数很高的 你去看hexane 这些玩类的话 我那个界电常数都 跟你讲要趋近于零的 非常非常低的 没有什么ionizing power 那SN1形态的反应 在这种容器里面 就比较不容易进行 好 离去基 离去基呢 实际上对于SN1而言 对于SN2而言 都非常类似的 你来看SN1 过渡状态里面 在leaving group上面 要build up partial negative charge 在SN2的这个过渡状态里面 我们曾经画过的 它也是要在 这个leaving group上面 build up 这个negative charge 因为这个leaving group 它到了最后都要带着这个 这个long pair 或带着这个charge 要离开的 对不对 所以只要是好的离去基 对于SN1而言是好的 对于SN2而言都是好的 这都牵涉到 在过渡状态里面 重要的那个step 已经过渡状态里面 你的leaving group 跟你的carbon之间那个bond 要断掉 好 所以呢 不管是哪一种transition state 你都会有一些负的电荷 发生在这个 这个leaving group上面 也因此leaving group 越能够stabilize 这个负的电荷 或者这个long pair 或者这个电子 它就是越好的离去基 好 比如说福利秀典 这个系列 我们说过 典 是一个很弱的碱 因为hr是个非常强的酸 也因此呢 在离去基的能力上面 是顺着这个 简的强弱的趋势 最弱的碱 再来是br- cr- 再来是fluoride 好 fluoride hf 其实是一个比较弱的酸 所以它相对的那个f- 是比较强的碱 OK 好 这是离去基 carbon 跟ilding之间的bond 我在一开始的第一张slide上面 就告诉了各位 那个bond也是一个比较弱的bond 比较容易短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比较弱的base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离去基 那这我们讨论过 就是我们从一个酸的解离 它的ka 来讨论 所以我就不在这个地方重复 我上回所讲的 重点在于 越强的酸 它的相对应的共2- 这个地方共2 conjugate base 跟我们前面讲的conjugation 其实有点不一样的意味 好不好 这只是代表a-跟hA之间的那个共2关系 好 不同的概念 所以越强的酸 这就是越弱的碱 越弱的酸 这就是越强的碱 越强的碱 越强的碱 就是越差劲的离去基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一些重要的 好的离去基 我们需要对它有所认识 我们才能够在做这些 SN1 或者SN2 反应的时候 去做一个好的选择 黄酸相关的 这个叫做sulfonate 那这个sulfonate 它是用黄这个字啊 石头边 黄酸 黄酸 是一个sulfonate 这个字啊 硫黄的黄 注意到这个流上面是三个氧 这叫sulfonate 然后有一个R是直接接在流上面 这叫做sulfonate 实际的粒子我们来看 我们用R用实际的一些LQ group来看 这个叫做sulfonate 这个叫做sulfonate 注意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甲基 它叫做sulfonate 但是它常常会有一个简称叫做mesolate me me 对不对 然后sylate measolate 这个 甲基 黄酸 根 常常有 oms 就是m 跟这个s oms oms minus 注意到这个是有点像是硫酸一样的东西 硫酸是很强的酸 所以它的共用的解 会是一个很弱的解 所以这普遍是一个很好的离去基 这是普遍很好的离去基 相对应的 你可以把它放上去是一个本 这实际上是一个甲本的部分 是一个toluene叫做甲本 所以它叫做toluene sulfonate 这是一个methane sulfonate 这是一个toluene sulfonate 它有另外一个简称叫做tosolate 有一个toluene 的头 对不对 sylate 是跟这边一样的 所以它常用一个ots 来表示 还有triplet cf3 叫做tri floral 的methane sulfonate 你看 这是有点像methane sulfonate 但是它是三个氢被floene给取代 所以它叫做tri floral methane sulfonate 它有另外一个缩写叫做triflate 所以用tf来代表 这个碱的强弱决定于说这个负电荷能不能够被稳定 前面我们提到正电荷 希望旁边是推电子的 让它的正电荷削弱一些它会比较好 现在是一个负电荷 它要怎么样会比较稳定呢 当然是旁边有拉电子的对不对 有拉电子 符 大家知道 当我们谈它的时候 我们说过它的特质是它的电荷度很高 ok 所以你有三个符 接在左近的那个carbon上面 这个拉电子的这种效应 会透过间接让那个氧上面的负电荷感受到 这叫做inductive effect 这叫做inductive effect 叫做诱导效应 电的这个诱导效应 强烈拉电子的观能机存在 就会透过这个间接把这个拉电子的力量 传输到那个氧上面 这个时候这个氧就比较容易去稳定住这个负电荷 多出来这个负电荷 我企图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这就会使得triplet in ion 比较stabilize 比较稳定 越稳定就是越弱的减 也就是越好的离去基 所以triplet 它常常被称为叫做super leading group 超级好的离去基 这是从它的碱性强弱上面 你可以去判断它的离去基的能力 sulfate 才是一个硫酸质类的化合物 硫酸质 硫酸大家知道 是H2SO4 对不对 所以它相对应的解离掉两个质子的话 它基本上你可以这样画它的一个这个结构 是这样 这是硫酸根 硫酸非常强的酸 所以硫酸根当然可以理解是非常弱的解 也就是很好离去基 所以它跟黄酸有点像 只不过现在呢 它是一个硫酸 它是硫酸上面有四个氧 所以这个氧上面带了一个R 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OR 这个地方是一个R 这是黄酸跟硫酸 黄酸质跟硫酸质之间的差别 为什么叫酯类的化合物 因为这是相对应于 这个有机化学的反应 各位很熟悉的 在高中的时候学过一个有机酸 加上一个醇 实际上是一个平衡反应 酸所催化的 就可以得到这个形态的化合物 加上水 这就是一个酯类的化合物 所以可以想象 把这个东西 把硫酸 放到这个位置 做类似的事情 这个地方换成硫酸根 有一个R接到O上面的时候 就是一个所谓的硫酸质类的化合物 所以相对应的 这是很好的离取基 所以这是sulfate 水 它是一个比OH-要来的好的离取基 水也可以当成离取基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一定的 对不对 这句话是一定的 因为这是比较强的简 对不对 这是一个OH- 注意到这个地方有个负电荷 这是中性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比较强的简 Bed Living Group 这是 Neutral Week Base Better Living Group 所以呢 你来看 今天我们要拿一个Helide 或者是一些其他Nucle化合物这样过来 把这个OH踢掉 我跟你讲 不是这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Bed Living Group 这是一个算是蛮强的简 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 一旦我们在酸性的条件 酸性的条件 它可以先跟这个醇做一个酸碱的反应 这是一个平衡 就是只要有酸 这是一个平衡 其实我可以这样画 只要有一个酸的存在 它就可以做一个酸碱反应 我们说Protonate 在这个Oxygen上面 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intermediate 这是一个Oxonin Maya 这个时候你看 我们推 用这个箭头来表示 这一对Long Pair 过来Attack 这个棒断掉 一对电子放回到氧上面 Charge 不见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两个电子回来 Charge 不见 等于说这个Charge 跑到这边来了 OK 所以你看 这边Neutral 什么东西掉下来 一个中心的水掉下来 这个时候这样的反应就很容易进行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Living Group 这是一个很好的Living Group 它锻炼这个棒它可以消 抵消掉这个Positive Charge 你看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Positive 所以你看 OH 虽然是一个很差的Living Group 但是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我们在酸性的条件里面做 我们把这个Bad Living Group 转成了 先转成一个Good Living Group 然后离开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理解 为什么很多纯类的这些反应 它可以在酸性的条件之下被催化来进行 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是非常有意思 也因此 这只是一个 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如何的把一个插进的离去基 转成为一个好的离去基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化学的反应 把这个OH 转换成为刚刚我们前一页所提到的 Methansulfanate 就是Mesalate 或者是Toluensulfanate 就是Tosolate 或者是那个Super Living Group Triplet 然后再去做取代粉 你也可以 可以让这个OH被踢掉到最后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水是比较好的一具基 那 这几乎就是我上面所画的这件事情 OK 好 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初学者 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 它们就会乱搞一通 这个Nucle化攻击到碳上面 把这一堆电子放在H上面 那就是什么 得到一个H minus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简 氢 氢气你去查H2 你去查它的PkA 大概在40 大概在40 你想想看 你果真把那个H正拿下来的话 你知道 你得到那个简 是多么多么强的一个简 非常强的简 Hydride 这叫Hydride very bad leading group 你 绝对不要这样propose 一个碳氢件 可以被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踢掉 另外 把碳碳件断掉 我画了 你知道 那这样掉下来什么 是一个C minus 你要知道一个碗类 你要把它上面轻拔掉 你知道那个PkA 是不是 那差不多50 还更糟糕 更糟糕 那那个相对于那个base 还得了 非常非常强的一个base OK 什么叫PkA 50 PkA 50 就是Ka 是不是 Ka 是10的-50次方 那是多弱多弱的一个简 你知道那个K越小 是越不容易解离的 好 那就是越弱的酸 那它相对应的共二简 就是非常强的简 好 我把这个no都抹掉了 你一定要补上去 OK 非常非常重要 OK 这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好不好 因为Hydride 跟这个叫做Carban Ion Carb N Ion Carban Ion Carban 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简 都是非常strong的base 所以是bad living group 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bad living group 好 我们来比较一下SN1跟SN2 现在大家要拼了 同样的取代反应 如果今天仔细去看 我们如果去判断 谁会进行SN1 谁会进行SN2 你还想起来都知道 这是很好的考试题目 对不对 哎呀呀 OK 那我们普遍 我们三级二级一级跟甲级 你要记得的是 三级最容易进行SN1 你看到三级的substitute 它产生取代反应 它普遍的是经过SN1的集群 而二级一级跟甲级的 普遍的 它的取代的产物 通常是经过SN2形态的反应 而得到 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搞错 考试的时候就不会搞错 尤其是SN2 它绝对不会进行 尤其是三级的substitute 它绝对不会进行SN2 因为那个力量障碍太大 所以你看到三级的substitute 它进行取代反应 它一定是进行SN1 我们再比较一下 SN1 它是比较favor stabilized carbocation formation 这是为什么 三级是最容易进行的 这个SN1 它favor polar的substitute 即性高的 因为可以有好的charge separation 那么这个 它比较会发生在弱的 清和事迹的这种条件之下来进行 为什么如此 这是因为我们下面 立刻就要谈到 消去形态的反应 因为你会有一个竞争 是消去反应 你如果要用很强的nucleofile 代表就是很强的碱的时候 通常消去反应 会变成是一个主要process 在这个地方它为什么是weak nucleofile 会favor SN1 就是因为消去反应的竞争 我们在后面就会谈到 可能是下同课 它当然需要好的离去基 我们说过 立体化学是racimization OK 因为中间经过COPC-9 有个plane of symmetry chirality chirality loss SN2 立体障碍要小 然后 这个 它要favor是即性高的apropate solvent 必须要是强的nucleofile 浓度越高越好 要有好的离去基 立体化学是inversion 我们 出席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